大家好,我是影子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 我想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拥有一次100分的成功人生 以下两种成功,你会怎么选择呢? 你会选择拥有无限财富、跨国企业、帅哥美女相伴 成为那个在物质上不予匮乏人人称献的人生胜利组 度过波澜壮过的一生 还是选择与喜爱的人一起享受平淡、快乐、充满意义又实敏感的人生呢? 内心总是感到圆满和喜悦 细细的品味着浮出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缺心 外在100分的人生和内在100分的人生 你会怎么选择呢? 内心总是感到圆满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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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影片一开始的问题 我猜很多人虽然不至于对于现在的生活不满 但是都想体验一次人生胜利组 财富自由选择自由的滋味 因为大部分的人从出生以来 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人 对于财富与事业的渴望是理所当然的 可惜的是很多人在追求外在成功的同时 却忽略了内在的需要 让自己变得忧郁不快乐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等等 放眼身边那些很成功却很不快乐的人比比皆是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选择 我们不需要在外在成功和内在成功当中做取舍 他们不是互斥的 更精确一点的说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啊我说 每一个人都值得活出外在一百分加上内在一百分的生命 内在和外在两种成功是缺一不可的 拥有百分之两百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外在的成功包含了哪些面向 一般我们对成功人生最广泛的定义包含了 财富的自由 有发展的事业 幸福的家庭 和健康的身体 当财富、事业、家庭、健康这四项 都处在一个稳定以上的状态时 我们会说那是百分之一百成功的外在人生 与此同时 我们又希望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甜度 找到人生的使命 创造生命更高的价值 活出真正自在喜悦而且充实的一生 这就是另外百分之一百成功的内在人生了 如何能够为自己创造出外在一百分加上内在一百分的人生呢 只要听完影子接下来的说明 完全掌握了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关联性之后 你就会发现活出200%的生命 运不是天方夜谭 而且其实一点都不难 要了解外在世界和内在意识的奥秘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外在的世界是怎么来的 在之前的影片用科学解读古老智慧中 我们曾经用量子物理的研究结果 来探讨世界真实的存在 和我们所认知的存在有什么具体的差异 今天影子就会继续引用 号称是最美科学实验的双夹缝干涉实验 来延续这个量子物理的探讨 解释关于物质存在最神奇的真相 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 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波尔曾经说过 如果你没有对量子理论深感震惊的话 表示你还没有了解它 没有错的 现在我们就以光作为一个例子来稍微说明一下 人类对于光的探索和研究 可以追溯至西元前几个世纪 但是对于啊 究竟光的本质是粒子还是波这个问题 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一直到了17世纪牛顿提出光的本质是一颗一颗的粒子 成为当时比较主流的说法 18世纪的时候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 针对光进行了第一次的双夹缝干涉实验 简单来说 就是让一个光束透过磕了两条缝的板子射向背后的布幕 再借由观察布幕上的结果来验证光究竟是实体的粒子性 还是像水波一般的波动性 如果像牛顿所说的光是粒子的话 那么每一颗粒子都会直接向前穿过夹缝落在布幕上 形成类似两道夹缝的纹路 而如果光是波的话 那么通过双夹缝之后 就会像水波纹一样互相干涉 两道光波的波红与波谷彼此叠加或抵消 在布幕上形成明暗相间的纹路 就是所谓的干涉条纹 而这一次实验的结果说明了 光是一种波而不是粒子 因为实验结果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干涉条纹 于是世界也开始逐渐的相信 光是一种波动的现象 但是后来爱因斯坦透过光电效应证明了 光的确是具有粒子性的 于是20世纪的科学家们就陆续针对光和电子等 进行了很多次的双夹缝干涉实验 他们期待能够进一步的观测出 形成干涉条纹的详细过程 来证明粒子性还是波动性 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定论的探讨 但是实验的结果却让所有科学家震惊不已 他们发现波动性和粒子性原来是同时具备的 而且一旦科学家打开探测仪 想进一步追踪观测干涉条纹的形成时 干涉的现象就会彻底的消失 只有两道类似夹缝的纹路 这个实验的结果说明 其实光是波也是粒子 而且它仿佛知道有人在探测它一样 当你看我的时候 我就正常的呈现粒子的样子 直接落到背后的布幕上 当你不看我的时候 我就呈现波的形态 互相干涉 形成干涉条纹 这个让科学家惊奇的灵异现象 说明世间一切万物都是波动性和粒子性二元混合的特性 这也正好解释了心经所说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含义 当实验中没有探测仪的情况下 呈现为波的形态 是所谓没有任何显现的空 当有探测的情况下 呈现为粒子的形态 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色的状态 这个量子物理的玻璃二相性理论 正好解释了古老智慧中的描述 色和空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手心和手背的关系 事实上啊 物质界中一切的存在 本质都是波的形态 能量波就像现在的电磁波一样无所不在 我们看不见它 因为它没有任何显现 却又是任何显现的基础 可以被理解为空性的概念 而当我们执着于某个能量关系的时候 与它产生能量纠缠 于是形成了认知 无数的认知集结成了我们的世界 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障碍 这种能量纠缠 佛家称它为业 基督徒称它为原罪 而我习惯称它为种子 空性和种子是我们在创造 200%人生时候的两大核心知识 我习惯把这个世界比喻为一个大型的空白布幕 是什么都没有的 也正因为它是空的 所以它有潜力成为任何东西 而我们的意识就像是接上投影机的硬碟一样 当因缘聚合的时候 意识中的种子就会打开 并透过投影机投射到空白布幕上 这个投影出来的像 正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 以及每一天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各种人事物 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 我们以为的世界 其实是意识能量纠缠的结果 因此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看似和其他人活在同一个世界 经历着同一个事件时 其实每个人的看法 体验和感受也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存在硬碟当中的档案 本来就是不同的 当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 或许我们就能够像心灵作家 扎西拉姆多多写的那样 不期待别人来懂你 也不自以为懂得了谁 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经验 都是来自于各自意识当中的种子 都只能留给自己独自的体验 现在我们知道了关于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相 就是这个看似真实的世界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百分之一百真实的 它就像骇客任务中的Matrix母体一样 是我们真实的在体验着这个虚拟世界 然而这个虚拟世界 并不是像电影当中所说的 由AI创造 因为一切都来自于意识当中的种子 掌握这个重点之后 那么事情就好办啦 想一想如果世界不是来自于我的 那么世界和平 必须仰赖美国等世界大国和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决定 如果世界不是来自于我的 那么我的伴侣是否体贴 是否忠诚 是否爱我 需要看他的个性和心情来决定 如果世界不是来自于我的 那么我的财富状况多多少少 会受到环境的波动和经济的影响 如果世界不是来自于我的 那么对于人生 我们总是无法百分之一百的肯定 总是感觉无能为力 因为太多外在的变化 不是自己能掌握或预测的 人生最根本的不安全感 也正是来自于此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投影像 而投射出去的档案 其实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 是我们意识当中的种子 那么不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财富自由 想要完美的伴侣 想要世界和平 想要平静的意识 就必须回到意识的档案中 去调整我们的种子 如此一来 就能够让你的世界 越来越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哦 所以说 如果我们渴望200%的人生 就必须从外在和内在 两个方面去练习 内在的心法和外在的镜子 透过外在世界中 呈现出来的障碍和挑战 看见内在的种子 并且使用一系列的方法 去调整这些能量的纠缠 如此一来 我们的内在将越来越过大喜悦 而我们的外在世界 也将随之而改变 越来越倾向我们所期待的那 200%的人生 详细的做法呢 我将会在未来的影片中 陆续的和各位分享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 更喜欢就分享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